快走 快走 二姐 快走了 是啊 今天我们分为两组 志玲团长一组 心意副团长一组 林志玲和张心意作为队长 分两队抢答八个问题 其他五名成员呢 则被封印在远处 每回答对一个问题 便可以通过对讲机 解救一位小伙伴 率先成功解救三人的一队 可以获得几年十六世纪 苏姿打理的机会 速度慢的一组呢 就只能留在现代生活中了 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隐藏在这座 木造建筑博物馆里 我们得用敏锐的观察力 来破解难题 走 跟着我走 谢谢同长 这里呢就是苏姿打理 久付盛名的 木造建筑博物馆了 各式各样的木造建筑 较为完整地再现了 十八世纪前俄罗斯小镇的 生活景象 在古俄罗斯 木匠技术十分的高超 整栋建筑上常常不用一根钉子 为何床铺建在房梁上 古时的男子又是如何用水车 来向女人展现男性的魅力的 跟着我们一起猜测 问题卡上的答案吧 我们是无知囚禁的鸟 不管我们天有多高 那儿 不这样囚禁还可以吗 这个囚禁 我愿意被囚禁 我希望别找到我 有吃的 有冰淇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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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惨这里 好惨啊这里 不知道真盈姐姐和欣欣姐姐 她们现在植植 有缘 放骨了 我好想离开这儿 这太难受了 太晒了这儿 太晒了这儿 然后教堂也可以去 所以一二 因为有一个教堂的问题 所以还是从一开始走 然后有几个可以跳掉 好不好 好 好 走 教堂 木造教堂 教堂的问题是 如何分辨冬天和夏天的教堂 第一个跟第二个教堂 都是木头的教堂 对 然后我们又不能进去看 其实都只是看外观 有一点难回答 我觉得 可是我想直接翻 如何分辨夏天的冬天的教堂 教堂 如果你有灵魂的话 请你告诉我